与大家一起感谢天父 我们下周有的侍奉操练课程 是训练到人并提升他们 他们也有更多人领受从神而来的信息 为日祈祷的时候是更加准确的 在荔枝角的 你可以问我的位置 好 我们今次继续讲到 如何在侍奉中运用按手祷告的恩赐 如何运用出来 我希望大家都被神使用 这是神的心意 因为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除弱 他们就是奉安命 赶鬼和守岸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说到所有信的人都可以有这个恩赐 当然人需要处理生命 如果生命里面有问题 他需要处理 处理了生命 他跟神关系好 也没有邪灵的搞妖的时候 他没有严重的情绪的影响的时候 他可以为人按手祷告 首先我们重复一下 之前有讲到如何得到按手祷告的恩赐 首先我们明白 我们可以经历圣灵 留意圣灵的临灾 第一就是平安 你一祈祷感受到平安 其实圣灵充满的恩赐 有时候有些聚会 人们就以为大声叫就会有恩赐 power fire 他以为大声叫就会有能力 他大声叫的时候 他有投入 那是会有能力的 不过不是因为大声叫 所以有能力 是因为我们的心灵和神相通 当我们整个心灵 他爱慕神的时候 你感受到平安临灾 很明显的平安临灾 还有兴散 整个人是轻松的 或者是神的爱 是可以感受到、经历到的 还有心灵医治 赶鬼医病 能够为人赶鬼医病 起落 有起落的临灾 我感谢神 在1998年 应该是童年 我当时有一次聚会经历起落 我便很竭力保持 我便回家的途中 在聚会不断爱慕神 即是不去被骚扰 而且在途中 我不和那些一起去的 特英姊妹聊天 我自己一个人在那里 爱慕神 就一直保持 在巴士上不能够开声笑 那我们就怎样呢 即是不出声 是可以不出声的起落的 一直保持 到回家又继续保持 第二天又继续保持 一直到今天 都随时有神的起落 还有能力 我随时感受到能力经过 这个是 我们留意到圣灵的感动 是可以帮我们停留在 神的同在之中的 能够随时爱慕神 圣灵的临灾 在那段时间 我学到 参加一个聚会 他教我们如何时时爱慕神 时时用心灵去感激神 有时伸出你的手 深信神和你一起 一路时时是心灵发出 神和我一起的 神和我一起的 那么我每一次 当我学了这个方法之后 每一次任何时间 当我一想到耶稣 我都可以经历到 圣灵的起落和能力 这个是可以建立到 就是你留意到圣灵的临灾 就是知道圣灵的同在的强烈 这件事是很有帮助的 我先说下面那些 下面那些 就是有起落 身体舒服 肉身又安然居住 就是你的身体有种舒服的感觉 在身上的 很轻散的感觉 或者是医治失灭 得着能力 就是这些是方式我们经历圣灵的 你留意到的时候 你就随时祷告都进入这个状态 就是不要这样说 神快点帮我今天找到工作 快点帮我找到配偶 快点身体好 就是不要只是祈求一些事情 而是去爱慕神和神建立关系 那你就发觉圣灵的能力加强 在你身上越投入就越加强 还有我是很明显留意到分别的 什么时候呢 多人一起爱慕神是很明显分别的 是很明显有分别 因为我敏感到 我知道圣灵那个临在的程度 所以譬如我现在在这里 我感受到更加强烈的 而有些情况 和有些人更加投入祈祷 那个能力也都更加强烈的 那我就会时时追求这一件事 就是追求和神更加强烈的同在 帮助我为人祈祷的时候 按手的时候 不要只是说一些说话 而是带他去爱慕神 我们为人祈祷不要只是说话 是带他去爱慕神的时候 神的同在更加强烈 因为圣经是说到 神是爱他的人预备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生未曾想到的 各样的风性恩典 所以我们就学习 有些人就说 很难达到这件事 稍后我说完信息 你出来我都会帮助你 在那个时间 怎样一爱慕神 你感受到圣灵的同在 你就保持 我很多次跟别人说 按手祈祷之后 你经历圣灵 你保持 不要一期研讨 走出去就跟别人聊天 是揭力保持 回家揭力保持 因为圣灵恩高在你身上 你揭力保持 学到这个心灵的祷告 这样你每一次敬拜都会不同的 而怎样长期被圣灵充满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如果使用按手祷告的这件恩赐 所以一定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对付罪 悔改 憎恨罪 有些人经常说悔改神 射灭我 射灭我 但是他射灭之后 他又继续做 我们在憎恨罪 知道罪有破坏性 心想生人的时候 立刻知道 我生人对我最大破坏 他虚是他的问题 他骂我是他的问题 他伤我他的问题 我不需要受影响 我憎恨这个罪 我就揭力 在心里面祷告 然后我就处理了 我生他 是对我没有益处 我就选择祝福他 是不亏底的 因为神会将更大恩恋给我们 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处理罪 还有圣经 有圣经的根基 基础 稳固的信仰 建基于神的话语 还有很信神 很想充满我们 就不要觉得神很远 你一祈祷 神一定会充满你的 然后就祷告长时间 用整个心灵爱慕神 整个灵与魂 思想意志感情 全心去爱神 和整个灵 去爱慕神 渴慕被圣灵充满 好想被圣灵充满 又处理生命 按手祈祷和圣灵充满的聚会 是有帮助的 而真正拜父是用心灵诚实敬拜 就是整个心灵 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和我们的灵 思想就是我整个思想 认同神是最好的 我跟从神是最好的 由意志我决意跟从神 将整个生命献给神 你就一定蒙福 感情 从神建立心的感情 喜欢神 欢喜神 想到神就喜欢了 因为神凡事都是美好的 都是美善的 神也是凡事都能的 所以跟从神是最好的 而长时间去亲近神 就好像撒母带着一帮先知门 在撒母记上十章和十五章 他们长时间去赞美神 和受这样说话的时候 素罗一去到就变为新人了 就是神的同在是很强烈的 而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明白 我们先有圣结和神的关系 才为人按手祈祷 免得 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邪灵来自天使 堕落的天使 天使都是神创造的 所以邪灵和圣灵有相类似的地方 就是它一样可以透过按手传递 一样可以有身体的感觉 有些人他就搞错 他以为有身体的灵动 在网上有牧师就专门说这件事 灵动就是邪灵 他说 他说 但其实在圣经里面 约翰和素罗 约翰在启诗律一章十七节 涩囊转第九章三至四节 他看到荣耀耶稣 两个都跌在地上 中文说翻译 跌倒 其实原文是跌倒 没有说向前跌 那只跌倒 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所以圣灵的同在会影响身体 而很多人在敬拜 就算传统教会也有人是这样 他在敬拜 身体就摇动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敏感圣灵的同在 当你投入祈祷的时候 你发觉力越大 不是我特意跌 是我一爱慕圣灵 我不阻止他跌 我就会常常站不上 当然我讲道 或者我为人祈祷 我不会叫自己常常跌 但是我学到 我一投入 即时就有一种能力来到我身上 这个就是我们发觉 原来圣灵临在会带来身体摇动 也会身体震动 有些人就说 邪灵临在和圣灵临在有什么不同呢 邪灵临在的是失控的 同时是有痛苦 是有不好的表现 僵硬的表现 而且它不是令到人去亲近神的 它是令到人抗拒神的 但是圣灵的临在 耶稣说得很清楚 凭果子你认出那棵树 它会爱神 会处理生命 会离开罪 会遵从神 事奉神 没有理由是邪灵 邪灵怎么会产生这些果效呢 但是这几个牧师 他在网上就说 你有灵动 你去过这些灵恩聚会 你有灵动 你就是有邪灵 他就找到几个人 就是什么呢 那些有邪灵的 去到那些聚会 就有邪灵彰显 接着又没有处理 那一个聚会 为什么我有邪灵 他又不懂 知道自己有邪灵 就以为聚会有邪灵 回来就找那个牧师 那个牧师就说 你在那里惹回来的 他的定义就是 所有在那些聚会的人 都有邪灵 而且说了谎言又有邪灵 那我就跟他说 我直接跟他沟通很多次了 我直接面对面跟他谈过 他说他怀疑我身上有邪灵 我说好了 你跟我赶邪灵吧 他又不肯 他说赶不到 他跟某个人说 他不是跟我说 那些牧师赶不到 但我的答案就是说 无论那些道士多度行多强 他来到我们面前了 我们一祈祷他是受不了的 怎会说那些牧师道行高 就是他们认为 那些邪灵高 所以我们说不到 这个很不合理 但是很多人相信他 结果很多人就以为 灵动就一定是邪灵 但是我会这样说 如果你祈祷的灵动是失控的 就好像很夸张 很离谱的 我曾经在宣教的时候 见过一个牧师 这个牧师 其实不应该称为牧师 不过他们叫他牧师 他经常说 真的跟我面前说 你看到女人是怎样的 跟我说这些东西 我说你当然是处理生命 不会被这些影响 好了 他为那些人祈祷 我发觉 那些人要两三个人捉住他 因为他的脚弱地踢 要脱掉他的鞋子 那些离谱的灵动 这个人根本就可能有邪灵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是有时有些人追求 譬如在非洲 我听过有些牧师说 他们为了追求更大能力 就是去追求巫术 有些人会这样 总之所以我们要知道 那个人的生命和神的关系 不要是人按手就是接受 分辨他的生命 他的生命是属神的 是不用怕的 他的生命结出的果子都是属神的 这个是从神而来 因为邪灵都是来自天使 天使都是来自神的创造 所以他和圣灵有类似的地方 就是可以透过身体接触 而且是可以整个他们的罪会有邪灵的运行 也会有灵动的 所以有类似 不过我们知道圣灵 很明显 你敏感圣灵的同在 你会感受平安、轻省、喜乐、爱 还有有动力去处理生命和离开罪 这个就是来自圣灵的 所以就不需要担心 如果你有担心 你继续跟我沟通 去分辨 我另一个答案回答他就是这样的 在我们的罪会很明显有两种人 有一种人你和他赶邪灵 你赶极也赶不到 有另一种人你一赶就赶到 当然我看过人的邪灵的程度 因为有些人的邪灵充满的程度是很强的 很强的那些 只是在罪会就已经彰显了 我试过在宣教 我一直在讲道 他已经在彰显邪灵很强烈的 因为按手是很快就已经有邪灵的彰显 我就说 我按手第二个就没有 是这个才有的 所以他本身有所带来 他们就以为 你聚会有就是你聚会有邪灵 是他本身有邪灵 他不能弄清这件事 所以他们就专门找了那些人 他们去那些灵恩聚会 他就有邪灵 他就以为是惹回来 其实他本身有 不过彰显出来 譬如我也试过在传统教会带领圣灵聚会 因为那个牧师接受 不过他就没有在圣灵中运作 跟那些人祈祷 个个都没事 是有人有事 那个人喊得不得了 这个很明显有邪灵的 就是我看着他眼睛 他刚才是僵硬 接着我看着眼睛 叫他看着我 接着我奉耶稣名邪灵出来 他接着喊得不得了 很明显的 个个都没有事 是他一个有事 所以他身上有邪灵的 所以如果我们发觉自己有邪灵搞妖 自己经常有罪的意念 处理不了 你就不要为人按手祈祷了 你跟神关系不好 你就不要跟人按手祈祷 但是你处理好 你是可以的 有些人说 我还是有罪 立刻处理 立刻悔改 没有人是完美的 问题就是 你是不是几秒钟就处理了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知道罪的破坏性 一有罪的意念立刻处理 我明明怒人 想骂他 但是我骂他越是破坏 那我就求主耶稣帮助 我祝福他 我祝福他 反而我得祝福 我越是对付他 我越是得到神的管教和惩罚 所以我就选择 或者烦恼 有些人经常都烦恼 哎呀我出不了你 当你想着 其实我是很多福气的 我明明是神的公主王子 但是我又要做孤儿 整天都说 哎呀我好惨 哎呀我好苦 哎呀我好多好东西都没有 整天注目这些 就是整天都烦恼 但是你说 我有神的恩典 我是可以选择喜乐 感谢神 我有饭食 感谢神 哈利路亚 我有圣灵的同在 感谢神 什么都感谢神 你自然的情绪慢慢慢慢会转好 那你就不在负面的情绪之中 是一定可以得意志的 如果你不得意志你找我吧 好了 刚刚我解释了 就是一定要跟神有圣结关系 先好为人按手祈祷 就是邪灵都是天使 堕落的天使 所以他会有这些同样类似的表现 不过他不同的地方 就是他不会叫人悔改信主 离开罪亲近神的 如果仍然有邪灵 或者严重的情绪问题 或者罪的问题 不要为人按手祈祷 如果有圣结的关系 不过偶然犯罪 真心悔改就不用怕 当然你为人按手祈祷之前 你就更加处理自己的生命 更加爱慕神才为他按手祈祷 如果你心里不肯定的时候 因为神的心意是 所有信的人都能够为人按手祈祷 好了 我们今次开始讲 如何为人去按手祈祷 首先这个就是辅导人 以及为人按手祈祷带来经历圣灵 以及用来传方建立灵命 这一样的工作是我多时都做的 为什么这件事重要呢 我觉得帮他的灵命是比医治更重要的 释放 他需要释放医治 我便帮他 不过很多人都不需要释放医治 不是个人都有邪灵 不是个人都忧屈的 是吧 他不是的时候 祈祷什么呢 不只是祈祷结婚 生孩子 赚钱 那些 祈祷他能够经历圣灵 随时和神有亲密关系 于是他的灵命更新 他能够去信耶稣 或者被神使用 这件事更加重要 所以我们明白 原来按手祈祷是可以更新灵命 在我经历圣灵充满之前 我更新灵命发觉很困难 为什么呢 我只是教导 教导的时候 他永远就听完 他又水过阿贝 又回去了 又忘记了 很少有动力去亲近神 但是当他经历圣灵 动力强一点 为什么呢 他会发觉原来 是神立刻来帮我的 原来神这么近的 原来神不是很远很远的 神是可以经历到的 那么他就知道 原来神并不是很远 还有神是可以 真的你可以知道 他临在的程度 那他就会 那个动力更加强了 譬如 好了 那个人不信耶稣 那我就跟他说 神是可以经历的 很多时候我跟他谈 通常一开始 我就会先讲到 神的尾线 因为我在网上 很多影片 所以很多人都找我 去为他辅导 和为他祈祷 那我就会 首先跟他聊天 聊什么呢 耶稣是充满爱的 他爱你爱到不得了 你就看一些食物 神做这么多好吃的食物 你就看人和动物 都有感情 就是神有感情 你看那些狗 神做狗是为人而做的 他真的很有感情 他见到主人 是兴奋到不得了 尤其是主人 如果离开一段时间 哇 在网上有很多影片 你上网找 那些狗离开主人一段时间 然后他见回主人 他会怎样反应呢 哇 真的兴奋到不得了 还有有些狗 他等主人回家 他常常站在窗台那里 一见到 哇 跳到不得了 跳到门楼那里 就等他来 就是看到 狗都是很有感情 那不只是狗 有些人养不同的 生为有些小鳥 有我 就是我在网上 因为我很喜欢看这些东西 有时有 甚至有些 我不记得 就是总之 一些动物 老虎 狮子 都是的 他们养惯的那些 哇 看到主人是很开心的 那这种东西 那个我呢 就像他一样走去主人 觉得很有趣的 那原来就是 动物都有感情 就是证明神有感情 还有我们可以经历 神的平安 喜乐 兴散 还有神的圣灵 一直感动我们 就算我们不听话 神也感动我们 就是知道神这么好 首先我和人聊天 就先聊这件事 就问一下他 你相信这件事 因为有很多人不相信的 听了就不当真的 你问他信不信神呢 他说信 不过他又不信神 那些应许真是这么真 很多时候就会怎样呢 知识上就信神 不过一到困难 就不相信神会帮他的 又不相信神会看重他 觉得自己是没什么用的 这些就是他的观念上不协调 我就会和他聊天 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感觉呢 因为我曾经试过 祈祷都不得帮助 所以我就觉得神是这样 我说你首先看周围的人 你所认识的人 你觉得他们是不是可信任 他们都经历到神的工作 那你信不信呢 而你自己有没有发觉 你自己是不是有些问题 难了神的祝福呢 因为有些人喜欢吵架 发脾气 喜欢批评 所以他和人关系总是不好的 他里面有很多垃圾 所以他和神关系都有影响 他对神都不信任 自然他的身边有问题 所以我就会和他谈 关于他的生命里面有什么破口 这些破口令到他得不到神的祝福 不是神不想给他 另外有些人是真的不信神是真的 他只是回教堂习惯的 有些是这样 我就会帮助他 从圣经里面有很多证据 我列出几样的证据 证明神是真实 第一就是从自然界 因为我自然是读科学的 我内中看不同的书 资料 网上的影片 关于如何从科学 从神的创造 漫漫 证明神真的有个神创造 如果你在这方面有问题 你可以找我 这是第一 在网上我也有一个影片 有讲到这方面 我不记得的keywords 可能你找创造或者化石 我有讲到化石的 然后叶牧师 你就会找到我的影片 然后就圣经的预言 很清楚讲到将来发生的事 然后就是圣经的科性 以前的所有的古代的经典 都是讲到地是平的 但唯有圣经讲到地是圆拐虚空 并且是这个球体的 这个都是圣经的科学性 还有在约白记里有讲到 神和约白说 你能不能够发出闪电 告诉别人我们在这里 因为以前家里没有电 所以神只能够用闪电 闪电告诉别人我们在这里 当然以前没有这件事 但今天有 我们的手机经常都是这样用的 我们那些电 闪电的电和我们手机的电一样 不过它很强 我们就很弱 那些电发出 很多时候人们会告诉他 我来到楼下了 你在哪里 这些就会发出的讯息 告诉别人我在哪里 这个圣经一早已经说了 另外就是可以经历圣灵 也都各方面 医治、安慰、感动 另外就是圣灵会赶邪灵 我试过为所有我认识的不同宗教 佛教的人、道教的人、伊斯兰教的人 赶邪灵 都能够赶邪灵出来的 但你从来找不到 听不到的人说奉 用耶稣的名赶出信 或者不是奉耶稣的名 他们奉他的名赶出那些基督徒里面的 耶稣或者圣灵 没有人说赶耶稣的 没有人做这件事 因为根本是赶不到 而那些人接触灵界的那些 文米、蝶仙等 有基督徒在场 是不能够做到的 就是证明耶稣是胜过的 另外就是人死后 我讲的是证明神的证据 因为你跟人谈的时候 有些人都会有这个问题 那你上网找证据 叶牧师也会找到我讲这方面的证据 另外一个就是死后 死后才最重要 你相信什么教也好 死去落地獄就是没用了 就有很多人死过救了 然后他就说出我刚才 见到你们哪个人 救我哪个人 做什么说什么 证明人死不是如灯灭 有些人就信耶稣去了天堂 又见到信主那些朋友家人 然后有些不信主就去了地獄 是很惨的 我们在网上有很多这些影片 我自己来说 也有一个很真实的经历 这个真实的经历是什么呢 就是我第一个太太离世之后 两个星期左右 我有一个西人朋友叫Andrew 他在灵界来说是比较通的 就是说过神的灵界 他有见过他的父亲 他死了他见到他 他那天早上醒了 他就觉得神的灵界这么强 他就觉得很奇怪 他就开眼看一看 那个钟 然后他就一瞎一瞎一瞎 他就见到我一个异象 我和我太太 就是第一个太太 就站在那里 他就穿着白衣 很光明 跟以前是不同的 跟着他就很惊讶 还有我当时的太太就跟他说 他说 I'm free I'm free I'm free 我问他 说了几次 他说大约十次了 因为我太太是由十几岁 一直都生病到离世 经常都有病 他就跟我说很多次 他说我以后离世 我就很开心 我就不要生病了 你就告诉我 现在不用生病了 他会这样说 他是很想去天堂 所以他说这句话 I'm free 是很合他的想法 然后他就见到 他手握着一个篮 Andrew就很好奇 他到底这个篮放了什么 他就见到 我第一个太太叫Rita Rita看到他就说 他心里说 你知道有些事情 他会心微笑 你看着那个篮 好 我就揭开 一揭开 立即有一道光飞到他那里 他跟着就哭到不得了 才是神的爱来到他身上 他后来看他的钟 是哭了大概四十分钟左右 他是一个不哭的男人 但是他当时哭了四十分钟 他就过一晚见到我 他就告诉我这个经历 我就请他摄录了 在网上你会见到这个见证 你找Andrew 或者见到离世的太太 我有中文版、英文版 中文版是我说的 英文版是他说的 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经历 是真实的 他真的去了天堂 不会说他自己作出来 他为什么要作个故事 跟我说这件事呢 所以这件事都是一个亲身的经历 因为他是不哭的 为什么会哭了四十分钟呢 就证明他真的有见到我离世的太太 这也是一个证据 是我本人所经历的证据 如果你有其他经历的证据 都是可以用来帮助人 让人看到神很真实 或者你如何经历圣灵的医治安慰 你可以告诉别人 去帮助人知道神的美善 这件事是我们按手祈祷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实有好几样的 比如按手医病 赶邪灵 那些我们都有说的 但第一件事 就是辅导他的生命 帮他的生命 让他知道神的美善 看他生命里面有什么垃圾 然后就 或者是为他祈祷 给他经历圣灵 带领他信耶稣 或者是帮他经历圣灵 让他被神更生 被神使用 好了 那怎么被神更生使用呢 就是他祈祷的时候 他经历到神的平安 兴省 感动 爱 各方面的经历 那我就问他 你刚才经历了什么 我通常就说 你黑了眼 请你黑了眼 你祈祷的时候有什么经历 那他说出来 我说 神的经历真的很特别 有时我会问他 你觉得是不是神给你的 还是我给你的 那他们都会说 是神给他的 那我说神可以这样给你 神将来都可以用你的 你只要多亲近神 你就可以给神用 我就是这样训练那些人 他们就为人祈祷 也都有这个能力 那接着呢 他们就开始愿意被神使用了 所以我是用这个方法 兴起过很多人被神使用的 去侍奉神的 其实大家都可以的 你不要以为是不可能的事 好 简单的熟灵辅导的过程 在那里写着 多用回应和信问 就是回应他的情况和信问 就是说你想不想得意志 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困难 你有没有试过什么方法 你走不走得通 你想不想听一下其他方法 多用信问和回应 譬如他说 我很烦 你有什么烦 有什么影响你 你觉得是不是一定要烦呢 你觉得烦是否解决到问题呢 你想不想试试其他方法呢 就是用不同的方法去引导他 第一就是聆听和感受对方的需要和痛苦 就是说我们聆听他 感受就是说他说他有病 我们就想象如果我有病会怎么样呢 或者他很烦恼 虽然我们可能我们自己本身没有什么烦恼 但是我们尝试明白他 他有烦恼的时候他会怎么样 他处理不了他会怎么样感觉 我们就尝试去回应他 就是说感受他的感受 我知道你是很辛苦的 因为现在被人击死 那些人又伤害你 所以你又不开心 我知道是辛苦的 说出感受 心里面也感受 他不懂得脱离这些痛苦 他是很辛苦的 第二就是 体贴和回应对方的需要和痛苦 体贴就是 我知道在这个情况你会辛苦 不代表我说他对 他不是对 不过我体贴他有这种东西 就是他会觉得是辛苦的 他会觉得痛苦他解决不了 以及回应他的需要和痛苦 我知道你有这样的事发生 对于你的生命 你日常生活都会不开心 比如睡觉有没有影响睡觉 就是去感受他的感受 然后回应他的感受 去了解 就是感受到人会有痛苦的 你问他多些 你就回应他的感觉 他觉得你关心他 他更加容易接受你的帮助 那对比是什么呢 很快教导 那你烦恼就祈祷了 祈祷就可以了 你不要背着这些重担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帮他的 不过最好不要用这个直接的教导方法 用引导的方法 也不要一开始他一说很烦 不用烦的 烦什么呢 多余吧 没有用的 他就不会觉得被接纳 就会抗拒的 所以这一点是我们需要留意的一点 好了 那你想不得到帮助 或者医治人用个问 就不是说 我现在帮你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未必准备好 那你问他想不想 他自己也要想一想 他回答你想 他也想过我愿意 那就根据他的回应去回应他 有些人说我不想 那你为什么不想呢 你觉得那个问题是走不了的 是不是呢 你觉得没办法解决的了 为什么呢 这样去问他 去帮他拆解 就是无论他有什么问题 譬如他说不行的 那些人很坏的 很坏的 他们经常都是骂我 他们很小看我的 我没办法解决 我没办法脱离这件事情的 那我们就去问他了 是不是一定他坏 你要跟着坏呢 他有事 是不是你要拿屎上身呢 他坏是否一定要跟着不开心呢 那有些人都家人不开心 但是他自己可以有开心的 你觉得你想不想学习这种方法 可以不受家人的影响呢 因为很多人信念就是说 家人坏 我就一定要不开心的 好了 那你有没有试过不同的方法 帮你自己呢 有没有效呢 譬如他说 我常常找人聊天的 那你有没有帮助啊 聊那时候就好些了 聊完又是这样的 因为有些人聊天 他只是跟他一起附和他而已 那些人真是坏了 不要理他 骂他 不要跟他断绝关系 有些人的忠谷 其实不是叫不忠谷 那些不是叫忠谷 有些人的提议是错误的 不是一定是对的 他提出一些方法 那时候我们不要说他错误的 你觉得有没有效 你慢慢地说 说是有效的 即某程度是有效的 那个问题是对方是什么人 如果你说的人 那个人又在 根本是令你做一些更差的行为 那就更加没有帮助了 那你想不想有其他方法呢 那你想不想我介绍其他帮助到这个方法呢 那就去问他了 你想不想 那他说想 那我们就可以去告诉他了 然后介绍处理生命的方法 那圣经告诉我们 神殿爱爱你 我们也经历过神殿爱爱你 所以你放开怀抱 让耶稣帮助你 这个是第一步 有时他在思想上不明白 他说 好了 我先跟你站一肚吧 有时我会这样说 先站一肚吧 那和他按手祈祷 放松他人 黑了眼 一直在想着耶稣在这里 耶稣在祝福你 然后我自己投入 让神的同在加强在身上 然后按手 按手的时候 然后呢 就要赞美神天父 多谢你啊 哈利路亚 上网找叶牧师 然后播放清单 其中一个播放清单是 祈祷录音 我有好几个祈祷录音在这里 那你就可以去那里找来用 来到学习 那我就在这里了 多谢天父 天父真好啊 哈利路亚 我自己唱的时候 真的放松 哈利路亚 因为我自己发觉 我越放松 和我的灵飞去神那里 神的同在是加强的 是我发现到的 怎样呢 我现在示范给你看看 我现在的心灵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好像飞去神那里 神的起来就充满我了 哈利路亚 我是学到这东西的 是做得到的 好像灵魂飞去神那里 又看到耶稣很开心 因为圣经说到 一个罪人悔改他都开心 何况我们爱慕他更加开心 他又为我们预备 我人心未想到的恩典 他自然开心 所以我便 一路欢喜神 一路整个心灵归向神 一路为他按手祈祷 我为他按手祈祷的时候 我都留意他的反应 有些人很硬的样子 看到他握着拳头 咒着眉头 有些人在祈祷 就咒着眉头来祈祷 说放松啊眉头 放松他 一直以为耶稣在帮助你 耶稣在帮助你 耶稣完成的 你就像个小朋友 来到耶稣那里 放松自己 当然真是看个人的投入程度 有些人是很容易经历圣灵的 一祈祷 一未说 我便在带着祈祷 很多时候我会叫祈祷 你先悔着眉头 看着祈祷一直摇 按手也看到是更加强烈的 但有些人是 比较不太投入 我便提前祈祷 请你仍然闭上眼睛 为什么呢 就不想祈祷先分心 请问你在祈祷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经历 他说有 我便叫祈祷说出来 然后我便说 神这么快祝福你 非常好 那你想耶稣继续祝福你 如果他说没有 那我说不要紧的 你真心想耶稣帮你 耶稣都在帮你 不过你慢慢一步步进步 你会越来越多经历的 所以有时我会首先为他祈祷 我站在祈祷 你看到神这么真实 以后我便再跟祂坐下 神这么真实的时候 那世人 圣经说世人是怎样的 世人都犯了罪 对不对 我们也有 你有没有被人骂过 通常来说 问人的罪性 你不要问他的罪性 你有没有骂过人 他可能就说没有 你有没有被人骂过 一定有 有没有被人骂过 有没有被人被人吵 有没有被人伤害你 有 那你被人被人吵 有没有被人被人伤害 有 是不是人都有问题 人有问题 那他骂你的人 有没有继续骂你 有 有 经常都骂 总是脱离不了他的习惯 好了 既然他经常骂你 那你需不需要介意他说的话 根本这是他的习惯 他经常是他的口 总是骂人的说话 所以他的生命是这样的 跟他相处是困难的 所以是需要高度的智慧能力才行 但你知道第一点 就是你不要吃他的垃圾 这是处理生命 处理生命 我不详细说 以前我也说过 总之垃圾不好吃 就吃多一些恩典 恩典包括从神 从人而来 怎样呢 神做的食物 每次吃都答真 哇 神真的好 做这么好吃的东西 又做我的舌头可以尝到食物 一吞下去 沸一声 就不是跑到肺里 跑到胃里 跑到腸里 又懂得消化 又懂得吸收 对全个人都有健康 整个人的运作是非常完美的 就是 人们都会说 我们的摄录机 没有人会说自己会变出来的 摄录机有这么多部份 我们的眼睛比摄录机更加奇妙 我们能够 其实我们一生人看的东西 加上我们的脑子 很多东西都记得了 很多东西都记得了 有些以前见过什么 我们的眼睛是很奇妙的 而且对焦是很快的 如果大家用相机你会发觉 另外一个对焦 你会等一会儿的 我们的眼睛是不用时间的 你看一看那边 看一看那边 看一看第二边 立刻对焦 真是很厉害的 为什么这么快的 快得不用时间的 那你就欣赏神 圣灵临在 欣赏神 神就会帮你 就会祝福你 就是帮助祂 处理祂的生命 让祂知道神的美善 清理垃圾 然后就开始处理祂的生命 就是说生命里面有什么不好的 就是处理 那我就有这个经历圣灵报道法 就是怎么样呢 聆听和回应祂的需要和感受 譬如祂是不开心的 有些人说我没有不开心 那我和祂祈祷什么呢 我说你会思想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神呢 你想不想经历到神的平安 兴散喜乐去祝福你呢 如果真的有神有天堂 你会想去天堂 你觉得天堂会是什么地方呢 你以为在地上 神能不能帮我们 经历到天堂的恩典的一部分呢 就是和祂聆听祂 回应祂 祂有什么需要 分享自己或者别人类似的经历和神的帮助 就是说 譬如我们经历过神的医治安慰 或者看到人有经历过不同的方面 我们都放在记忆里面 还有网上有很多影片的 我有很多影片 大家都希望大家 你把那些影片放上网 你自己的经历放上网 你为人祈祷的经历放上网 到时你和人传福的时候 你就用手机 你找到这个关键词 你找到 你就看到那个影片 如何得到帮助 就说 有这些经历 你想不想到经历 然后邀请对方接受按手祈祷 祈祷之后就问他 请你仍然闭上眼睛 你看 祈祷的时候 有没有任何的经历 或者感受 为什么我说经历呢 如果你只是说感受 因为传统教会很抗拒 抗拒什么呢 如果大家听过 熟灵四定律 他有说到 信主不是靠感觉 是事实 神爱我们是一个事实 耶稣的救恩是一个事实 这件事是真实的 不是靠感觉 因为感觉会改变的 不过神的经历 是圣经有说过的 圣经有说什么经历呢 比如那个 那个 那个不是 那个 格拉森 那个被鬼附的人 他被邪灵充满了 然后赶了邪灵之后 耶稣就叫他四围去 就是他的经历改变很多人 拉撒路復活 那些犹太人看到又信了 就是有很多这些经历 比如保罗他经历圣灵 他见到耶稣 他是向那些罗马的官去 解释他自己的工作的时候 他都分享这个经历 就是这个经历成为鼓励其他人 去信靠神的一个分享 所以经历是没有错的 圣经是有说到经历到神的工作 比如就算诗篇也有说到 他说要占养神的荣美 大卫说到 我去圣殿那里占养神的荣美 就看到神的荣耀 所以用过经历 但经历包括感受 因为会有平安起落 所以加上经历和感受 如果有人是传统的 你说圣经有说经历的 你看几多人经历医治 那个核子就一路荣耀神了 他眼好之后 这个是没有错的 然后他会不会开心 当然会开心 这个分享这个经历 没有问题 这个感受 你经历的是圣经所说的 你想要神祝福 你所经历的平安 兴散医治 释放都是神给你的 你想要神继续祝福你 那你想耶稣以后祝福你 你如果想 那就解释救恩给他听 就是我们人都是罪人 耶稣很爱我们 他有大能 他凡事都能 他也都是掌管生与死的 他将来审判我们 但是我们人有罪 因为神很圣洁光明 所有的宗教 都可以一路信 那个宗教一路犯罪 譬如那些记载又拜神 警察又拜神 那些贼佬又拜神 可能那些贼佬去偷东西之前 拜拜拜拜拜拜拜 保佑我今天 要成功抽到东西 他们一样会拜的 我以前我爸 去到赌钱一定会拜的 他们的神是你做什么都可以的 总之你就去拜就可以了 所以他们不着重圣洁 但是神是慈爱和圣洁 他不能容忍任何罪 譬如有些宗教他们会去杀人 就捍为他们的宗教义务 这件事是违反人性的 我们人都会觉得杀人 这件事是不对的 怎么会去杀人去成就神的计划呢 所以我们看到 是唯有圣经 它是真是教人神的爱 也都教人神的圣洁公义 所以我们人有罪 神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来不到神那里 一定要有耶稣的赦罪 但是没有人能够救到我们 唯有神的儿子 祂是没有罪的 祂来到世界上 承担一切的罪 祂受了惩罚 就是好像有人请你喝茶 祂给你付钱了 那你就不用付 耶稣就为我们付了罪债 所以我们不用付了 所以我们不用去地狱 我们信靠耶稣 就得到罪的赦免 就有永生了 解释给他们听 那你想不想耶稣 耶稣现在请你喝茶 就是去天堂 给你一张天堂入门圈 你想不想能够将来去天堂 你就悔改信靠耶稣 真心悔改 真心之罪悔改 信靠耶稣 是一定得救 接着第七 带领祂悔改信主 就是悔改信耶稣 而且也教导祂 如何亲近和尊重神 我们不要传递一个错误观念 你想耶稣可以的 你就去天堂 这句话是不完整的 为什么不完整呢 我想耶稣可以的 跟着他犯罪 完全没有祈祷 是不是去天堂呢 不行的 不常在他里面 他里面 这个人就好像枝枝叼在外面 枯干 人拾起来 冰着火 烧了 唯独进行我天父子的人 才能进去 这些不是得救的方法 是得救的果子 得救一定有果子 不是靠这些行为改变 但如果他完全没有行为的时候 他是不得救的 所以不要说 你想耶稣就得救了 那你就上天堂 我想耶稣 我继续跟从耶稣 我们就上天堂 但解释句话 不是你跟从所以你得救 是信靠耶稣得救 不过跟从是果子 你必然跟从的 那你就以后可以 和神有亲密关系 你想不想认识神多些 我和你查圣经 带你回教会 这个就是经历圣灵 布鲁法 就是帮他经历圣灵 然后就问他有什么经历 我试过很多次 和人这样祈祷 我就带他信耶稣 试过有人跟我说 有个人我和他传了呼吸很多年 他都不肯信 我说好了 你带他来 带他来我就跟他说 我就说 神是很真的 祂真的能够祝福我们 祂真的临在 圣经也有说到 那些人如何经历到 神的祝福 安慰 医治 我自己都经历神的工作 也有很多人经历 那你想不想 经历神的工作 我和他这样说 他说我想 我就为他祈祷了 祈祷就问他 你祈祷有什么经历 很多人就说 平安 轻散 舒服 这个是很多人都有说的 我说 他说是否跟你祈祷之前有分别 他说是 我说这个就是神来祝福你了 神这么真 你想不想耶稣祝福你 他就想 我便带他去信耶稣 我试过很多次 有些人说 因为他只是用言语 他总是不肯信 我说神这么真 真是来祝福你 你今天可以得到神的救恩 我今天就停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时间够了 我用了一些时间 为大家祈祷 以及以后我们尝试去用 我还会继续来说 关于圣灵的运作 按手祈祷的运作 我们一起站起来 请诗琴你弹琴 我唱歌 多谢天父 主耶稣多谢你 诗调 主耶稣爱我 放松个人 主耶稣爱我 有四件高手我 一直想着耶稣在爱你 主耶稣爱我 耶稣主耶稣爱我 耶稣主耶稣爱我 有四件高手我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但你和耶稣说 主耶稣你真好啊 耶稣你真好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求你淋在我身上 你相信耶稣你在面前 你可以伸出你的手 耶稣啊 我想你捉摸我 我想去碰摸你 我想去摸摸你 耶稣 你在我面前 很想捉摸你 很想跟你有亲密关系 你可能觉得有能力 有平安来到你身上 耶稣我需要你啊 耶稣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